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早前說 如果北京攻擊台灣 日本將按照安全保障相關法例 行使集體自衛權 必須與美國一齊保衛台灣 日本防衛省昨日發表2021年版防衛白皮書 不僅首次將台灣從中國大陸的章節抽離 放入新增章節美國與中國關係獨立介紹 同時首次明確指出 台灣局勢的穩定 對日本安全保障和國際社會很重要 和麻生的日本保衛台灣說法似乎是不謀而合 台海議題已逐漸浮上桌面 中國外交部強調 中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 絕對不允許任何國家插手台灣問題 台灣傳媒評論指 今次日本防衛白皮書顯露出兩項深層貧義 首先日本的戰略中心 已從過去的大陸軍事擴張論 轉化為台海安全議題 日本不但關注兩岸軍事失衡 亦關心解放軍軍機擾台的威脅性 過去防衛大臣岸信夫 一直鼓吹美日台三邊安保合作 兩岸緊張形勢升高 將為今後台日的安保合作鋪路 其次是日本從過去的首勢戰略 轉為攻勢戰略 今次日本防衛白皮書 將中美關係的對立列為獨立章節 不但關注新疆、香港的人權議題 亦將與澳洲、印度等自由民主國家合作 同時認為中美兩國在經濟、政治和外交上的對立 是與日本安全保障息息相關 這種攻勢戰略將牽動中日關係的走向 只是美日兩國截廉將台海議題 列為亞太戰略重心 將台灣推向抗中的最前沿 將保台視為保日 將台日視為命運共同體 這樣對台灣真是一件好事嗎? 新加坡聯合組報分析 日本向來避免冒犯中國這個最大貿易夥伴 但隨著解放軍在台灣周邊的軍事活動增加 日方近來多次表示關注 現在還寫入白皮書 這些動作預料將家劇中日摩擦 東京有學者提到 日本政治人物針對台灣議題的言論增多 反映對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擔憂加深 但對所有相關國家和地區來說 能避免武力衝突才是明智的選擇